今天剛剛看完這麼精彩的表面 我們就要轉來一個比較嚴肅一點的 學術一點的話題 學校就叫我講這個題目 21世紀的中港關係 這個當然跟空識貨有話題 但是呢 剛才師傅介紹我在外地的大學 是單個九十的職位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大陸的媒體裡面 文書裡面是不會用中港關係這四個字架 簡單來說 現在我是大陸的學者 我在大陸裡面寫文章中港關係 我就是會被人批評 有機會會因此受到處分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中港關係 內地的講法就會認為 將中國和香港變成了一個等同的地位 即是提倡港獨 所以他說 為什麼香港教科書 內地人 即是內地的學者 或者內地的官員 對香港通識的教科書 這麼難的批評 政治不正確 香港和中國不是一個對等的關係 很負熟的關係 就是他們認為 所以他們的解說 是叫做 內地與香港關係 內地與香港關係 就是一個地理的概念 中港關係就好像 兩個國家一樣 所以這個是 今天我們面對著 這麼嚴峻的 中港矛盾底下 我們第一件要認識的 就是兩者大家思維 是自然不同的 我自己本身在香港是一樣的 但是我在大陸 教書就多一點 所以我對兩種不同的看法 都是有一些認識 所以今天我希望 借這個題目 跟大家講一講 中港關係 年輕人如何 那些長袖是否 就不是我想的 這個題目 是學校講的 但是年輕人應該如何自處 我想這個是值得大家思考 或者我們看一看一個文章 文章不會叫大家讀完 文章是給大家一個想法 為什麼內地與香港關係 現在有這麼多矛盾 有這麼多衝突 大家現在每天香港打開報紙 或者打開電視機 都看到這些衝突是無日無日的 其中一個最主的原因就是 同一個問題 大家又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香港人最尊重的是什麼 一國兩制 但是什麼叫一國兩制呢 你的理解 和他們的理解 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 矛盾的理論 大家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是不一樣的話 整件事就很複雜了 在大陸內地人的心目中 一國兩制 在這篇文章 它裏面是由8月15日至8月11日 在人民日報 大家知道了 人民日報是官媒 代表官方的一些意見 它裏面其中第三篇提到 一國兩制底線是不容挑戰的 一國兩制裏面 香港人最緊張的一面 就是選舉 所以現在 坊間 一些抗爭的人 都會經常提到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五大訴求裡面 其中一點就是爭取 雙普選 對不對 但是在 北京或者內地官方的立場 這一點呢 就是矛盾的根源 雖然基本法 大家知道了 我們香港有一個基本法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是訂明了 香港是可以 按照基本法 是實施 雙普選人選舉 但是其中呢 有一個底線 底線就是 你選出來的人 是不能夠中央對著國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定要選出 他們同意的人 他們不同意的人 在法理上 他可以不委任你 那如果在 你選出來 就是等於我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 如果爸爸媽媽 我都是家長 我都是爸爸 那如果將來 我女兒帶我 我對她說 你可以選男朋友 可以選老公 沒有問題的 你自己選擇 不過選完之後 一定要我同意 那就是有沒有選擇 沒有 即她的選擇 是有條件 你下的選擇 即不是真正的選擇 那所以在 北京的心目中 最好的一國兩制 就好像澳門那樣 澳門的特首選舉 是怎麼選出來的 是一個候選人的呢 即是 有得選 沒有得選 因為如果 當她變成 有得選 就是動搖了 他們所謂 一國兩制的底線 他們一國兩制的底線 就是必須要 牢牢掌握香港的 控制權和華語權 所以這就是文化差異 任何的文化差異 對一件事的理解完全不同 就會產生衝突 這個是第一個底線 第二個底線 第二個底線 他們說不能夠觸碰到一國兩制的底線 一國兩制的底線 到底一國更重要 還是兩制更重要 兩制 兩制 因為我們香港人 我們當然覺得兩制更重要 他們覺得一國更重要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 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就是 兩制就是我自己管 名義上 主權就是在北京 在中央 但實際上的管治權 就在我們 一國兩制 在我們的理解就是這樣 那她說不是 習近平自從當選國家主席以來 他就強調對香港有什麼 全面管治權 這麼多矛盾 究竟有自治權 還是有 全面管治權 如果全面管治權 就是 樣樣有多少管 對不對 這樣有多少管 那你還有沒有自治權 沒有 所以昨天林鄭月娥 在演講裏面 她說到 香港是一國兩制 就不是自治 那個邏輯 就是矛盾來了 各位 邏輯矛盾來了 一國兩制的基本法 下一句是什麼 是港人治港 再下一句 高度自治 大家對通識都很熟 那我想問你 高度自治 即是自治 那我又問問你 高度自治的自治多一些 還是自治的自治多一些 還是低度自治的自治高一些 即是你覺得自治是最高的 自治是比高度自治高的 那我問問你 你的唐份 唐份超標是嚴重一些 還是唐份高度超標嚴重一些 高度超標嚴重一些 高度超標嚴重一些 OK 那譬如說我們 考試我們專注 是專注一些 還是高度專注專注一些 理論上應該是高度專注的 那這個是中文的基本手詞來的 高度是一個形容詞 自治是一個名詞來的 那所以呢 在香港人就理解 高度自治 那應該比自治更多 那但是林鄭月娥明確保命 她就說 香港一國兩制 就不是自治 那所以這個就是矛盾的根源 矛盾的根源就是 香港人的生活中 高度自治 北京呢 只是公明以上的 委任 委任香港特首和主要官員 他就不應該 介入香港內地的事務 那但是北京的角度來說 就是我全面管治權 應該每一個位 每一個選舉 選舉主任DQ 每一個法例 全部的東西 都是要全面管治 這個就是 今天呢 面對著矛盾的根源 的第二點 好了 第三點 三個不能觸碰的底線 就是 香港人呢 在一國兩制下 必須要外港外國 他這裏有寫的 下面那個標題 外港外國是香港社會的主任 他認為外國外國是必須的 但是問題又來了 問題又來了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在過去的歷史發展裏面 我們香港人呢 上一國 或者你們上兩三國 我在營的那一代 游泳下來 1949年 游泳下來香港 在大陸游泳下來香港 他們是愛國的 但是他們未必全部都愛黨 明白 那分別在哪裏 明白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愛國和愛黨是兩件事 因為政黨就是 就像古代的王朝那樣 比如說你愛中國 你可以不愛唐朝的 你愛中國可以不喜歡 這個宋內的 是不是可以理解一下 因為 朝內只不過是一個政權 用中國傳統的講法 就叫做一家勝二 那政黨也是的 那我愛中國 我可以不喜歡國民黨的統治 可以不喜歡共產黨的統治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愛國愛港的定義 就是我愛這個國家的文化 愛他們的傳統 愛他們的山河 但是在北京的立場來說不行 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就是共產黨 那你如果 將來分開分開的話 即是國家和政團不開的話 他認為這樣是 即是不承認他們的政權 不承認他們的政權 即是煽動變谷 所以在北京的心目中 他們的愛國愛港 就是一個等號來 就必須要愛他們的執政黨 那愛他們的執政黨 就要愛他們的國家領導人 是不是 但是問題 你叫香港的年輕人 第一 即是在座各位 沒有在外地生活的經驗 是不是 第二 他們的領導人 又不是真是個個愛得樂 是不是 即是你們會不會去 很愛習近平主席 沒有啊 沒有啊 是不是 李克強總理 沒有啊 我們跟生活經驗大家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個呢 就是矛盾的第三個根源 就是大家對那個 愛國愛港的定義理解呢 是自然不一樣的 好了 來到這裏 我們又要 講一些文化差異 我在內地 那些內地的朋友 最流行就會說一句話 喂 你們香港人 現在才來爭取雙普選 在英國的時代 統治的時代 你不去爭取雙普選 為什麼 喂 如果有人問你 你會怎麼回答 喂 英國的時候 97年 你們都沒出生 是不是 出生了沒有 當然沒出生 那不是 那我就會問他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會問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那為什麼你明朝的時候 不真的爭取公產主義呢 那為什麼你宋代的時候 不講這個的社會主義呢 那時代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大家的經歷是不一樣的 在港英年代的時候 殖民地的年代 我們香港人 大部分都是暫居香港的 什麼一個暫居呢 就是可疑的內地 下過離海 在香港呢 就短期生活 他想著呢 如果台灣安定 可能去台灣 是不是 有些人可能會去美國 有些人會去其他地方 甚至乎有些人會去大陸 那無所謂的 社會是多元的 但是在97年前的時代 很多的 上兩三外的香港人 都是 視香港是一個暫居居的地方 那暫居居的地方 你都想著 可能外面走了 你會不會 只是爭取這麼多東西 你不會這樣就正常 是不是 就是你比如說 我都離開這裡 我和妹仔 無故建設這麼多東西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呢 97年後不同 因為97年後 香港人呢 第二第三代已經成了聯合 甚至是中聯合 那他們未必會走路 要走那些 90年來 可能已經去了加拿大 澳洲 紐西林 英國 所以97年後 留下那些 大部分都視香港為土生土著 是不是 是視為榮久的家園 所以在這裡 他們就變成一個 期望的差距了 期望的差距就是 呃 他希望呢 因為我永遠在這裡 我們要建設這裡 好嗎 那建設就是 跟著你的基本法 你就說 美國雙普選 立法會普選 特首普選 那 就跟著這個方法去爭取 但是結果爭取 52年呢 當然我們那天都被爭取到 是不是 所以矛盾呢 跟著又在這裡 我現在先講矛盾 一會再講一些 非矛盾的事情 就是 年輕人 譬如說回大陸 如何去處理 你首先要認識到 大家的文化差距 你才能夠互相溝通到 如果不是 就是沒有辦法溝通到 好了 那我又 再問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各位同學 現在這個香港目前的環境 由於 剛才所講 以前我們香港人 那一代很外國的 譬如說 九十年來 你們未出生的時候 大陸每次有地震 有水災 香港人是舉家 捐很多物資 捐很多錢去救災 我自己在我讀中學的年代 好像在後面同學生 那樣大的時候 即是高中 中五中六的時候 我是有參加一個計劃 叫做希望工程提供 有沒有聽過 各位 沒有 當然沒有了 有同學有聽過 沒有聽過 希望工程是什麼呢 九十年代的時候 大陸山區有很多小朋友 保暑毒 水都沒得游 是不是 所以呢 當時候 就是希望工程 後來的小毛牛計劃 就是 幫助山區的貧困人士去讀書 或者改善他們的生活 香港人是很多人參與的 但是問題 當他們 香港人認為他們 外國 但是 外黨 然後 過了二十幾年之後 這二十幾年來 北京 中央 它經常是同調一項 就是你愛國 一定要愛港 這個樂差 就產生了很大的距離 這個很大的距離 有部份的香港人 年輕一代的香港人 就會認為 如果愛國 你愛港 那我就不愛國了 那就變成本土主義的興起 就是說我只是愛香港而已 甚至乎有些人說 本土優先 有些人說 香港獨立 甚至乎 就出現了一個 對賣的落差 這個應該是造成今天 文化中的一個很嚴重的 分水力 OK 所以我們要認識 良者之間的差異是這個 你說哪個是對 哪個是不對 這個就要你自己去判斷 你自己去判斷 好了 這個文化差異是無所不包的 無所不在的 因為剛才說 北京的角度要全面管治 香港的角度要香港自治 港人自港 那如果港人自港 香港要自治 要高度自治的話 譬如說教科書 現在內地的媒體 是大肆批評香港的通識教育 認為香港的通識教育教育 學生 你們想通識教育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被通識教育教育 有沒有 沒有 有沒有覺得自己想通識教育的人激進去 沒有 我們是不會這樣過分的 但是他們會過分 為什麼呢 因為 各位 因為他們會認為 教科書 是全面管治權裡面的最重要一部分 在外地的教科書 每一年每一句都要經過官員去修改 檢查 但是香港的教科書 不需要的人 譬如說通識的根本不是教科書 而是補充練習 又或者是參考教材 教育根本是不會看 也沒有權力去看 所以 就會出現不同的觀點 而通識教育是教我們要什麼的 要多角度不同觀點去看問題 對不對 但是在外地的立場來說 教育就不是 目的就不是為了教你去思考 是為了教你什麼 是為了教你去相信 他們希望你相信的說法 所以 矛盾就會出現 所以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1998年 香港發生了一個叫 金融風暴的事情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對不對 那麼 在香港的 報章 當年的報章 以及後來的報道 1998年 公佈 主要能夠成功對抗的原因 是什麼 是因為曾蔭權 以前的 財政司司長 後來做特首 還有任志光 金管局的總裁 動用香港的外界處名 擊退了外國的仇家 然後 過了這件事 但是在內地的教科書就說 在中央大力的支持底下 北京協助香港 成功擊退外國仇家 抵越金融公共 那問題 當年的報章 包括董建華 即是特首 後來曾蔭權的訪問都說 中央事前是並不知道這件事的 OK 然後他們的教科書說 有大力支持 但是 大力支持是這個問題 大力支持是 到底有多大力呢 他跟高度時節一樣 都是抽象的文字 是不是 他沒有說到有多大力 口頭上 朱鎔基是有說過 我會支持的 但是口頭上說支持 就等到好像 美國進攻特朗普 說支持香港示威者一樣 都是一種表態 我都支持世界和平 我都支持環保的 但問題是支持一種表態 他的實際作用是多少 如果作為教科書 應該要詳細才是明白 對不對 那不是的 內地 因為他們希望透過教科書 令大家更加慰獲 更加有感情 所以他們在文字上面 就要告老長 說了這麼多的不同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要怎麼自處呢 各位 現在香港有些年輕人 就選擇不溝通 不化大陸 或者是 身邊有朋友 那就不同彩 可能身邊有內地的問題 譬如說現在大學裏面 大學的內地生 其實佔了十幾個% 法定都佔10% 因為有些碩士生 加起來佔了超過十幾個% 我以前在某個香港的大學裏面 的碩士課程 都夠做 做下席訪者 152人裏面 有50個在內地生 結果香港人 有部分的青年 就選擇不跟他們溝通 對不對 這樣產生了麻煩 麻煩就越來越多了 但是 有些人真的會回去 我回到內地教書 我為什麼還要回到內地教書 其中一個我覺得很 我自己很相信很堅持 就是因為 內地 由於過去幾十年 受到政治運動 鬥爭 文化大革命 各方面 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知 是慢慢失去了 全國文化的理解 所以我回到內地教書 就是其中一個我的使命 我就是希望將一些海外的研究 海外的學者的成果 帶回大陸給他們看 就是告訴他們 有不同的觀點 就是 如果我在唐上面 我講很多西方的觀點 或者海外的學者的觀點 我就告訴他們 愛國不一定愛港的 那你覺得我會有什麼下場 不是啦 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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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水表 茶水表 也不單止茶水表 可能是 會被開除 甚至乎有機會 被人行跡拘留 是不是有可能 所以我回到內地教書 我就不會直接講的 不會說不可以 我會跟大家講 現在目前世界上有四種解釋 第一種是這樣 第二種是這樣 第三種是這樣 第四種是這樣 其實這就是通識教育的願意 就給大家認識到 原來這個世界 還有多於一種的觀點 是不是 而那些觀點 我就沒有去表態過了 我叫你們自己去選擇 因為作為無私 最重要就是 我講的東西一定是對的 沒有人講的東西一定是對的 學術是會被推翻的 以前牛倫講的東西 後來被修正 被推翻 現在國今講的東西 可能二十年後 當然都被推翻了 所有東西要經歷的考驗 都要實驗的 所以我就是一個老師 我只會講 不同的學術給大家聽 原來大家的認識 他們一些人就會反過 他說這些西方的 不是就照顧離中國的 我只能夠引導他思考 我就會問他 那為什麼西方不能夠顧離中國 但是我想問一下馬克思主義 是不是西方的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 所以是不是 所有西方都不適用於中國 不是的 馬克思他不是吃馬的 他是吃馬克思 他叫靠馬克思 他是一個德國人 所以在文化差異 我覺得 如果你要去到內地 去生活或者工作 或者交流 就是一個科技 首先 我們是 如果你的目的就是為了溝通 直撤平非 你直接反過去 那這個第一 你可能下次就沒有機會溝通了 你可能被人抓了 對不對 如果你要長遠溝通 首先你要告訴對方 這個世界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說法 你要理解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思維 因為香港人很多 有部分 就不理解對方 為什麼有這個思維 一開口 就可能用一些很難聽的語言 去告訴對方 因為每個人 他們都必然受到自己成長的環境 去限制 為什麼我今天會說這些 因為我在香港這個開放社會 接觸到這些資料 為什麼他們不會說這些 因為他們的教育制度 是教他們外國外港的 他們的教育制度 又教他們說 日本人是侵略我們的 美國 美帝亡 我只心是不死的 香港現在的廢青 是考慮的 在他們的教育制度下 就會這樣 但是香港的部份 聯繫人一看到這些 就會說他五望 就會說他很殘 用這些字眼 這個雙方 是不能夠再偷通下去的 所以 學校不是多 那可以怎樣去面對 首先第一 我們要理解對方不同差異 鬥成的原因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 最重要的 就是要 要同情地理解 同情地理解問題 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我舉例 我剛剛暑假去了俄羅斯的旅行 俄羅斯嗎 有沒有朋友去過俄羅斯 有朋友去過俄羅斯嗎 有朋友去俄羅斯嗎 沒有 那我在俄羅斯旅行 是很悲慘的天力 為什麼很悲慘的天力 我想是我的家人 成家 遇老的 不一定是每個遇老 我只是說我們自己的經驗 我向歐洲其他國家 入境的時候 人家都會跟你笑 講英文 聊天 問你哪裡來 一兩句 打招呼都很基本 去俄羅斯 這些入境 很黑面 你跟他笑 他會更加黑面 這個可能是哪一條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都是遇到一個 我家裡十幾人 加起來都是遇到四五個 這些入境官員 那可能是四五個 那好吧 我去到街頭 看到一個男人 打雷人 就不是普通人打 不知道是他太太 還是女朋友 都禁住了 一拳一拳都打 打到他被爆了 對 在這個情況下 我身為一個男士 我當然想去阻止他 我就被太太阻止我 阻止他 然後呢 我們見到對面有一個警察 他大叫警察 這樣 那這些警察來到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抓了你 不是抓了我 他們 他就是 跟他兩個聊了兩句話 然後就跟一個男人 打一打招呼叫他走 原來在俄羅斯 打女人 是一個告別文化 是呀 所以 如果將來女同學生要找男朋友 要認真考慮 去找我 那些人 他們很擁抱 好 聽完 先聽完 我再講完這句 那 而更重要的是 在當時叫警察 不是只有我一個 因為我們在旅遊景點 在旅遊景點門口 有一些警察在那裡 守衛的 是 我們叫的是有幾個遊客 包括一些歐洲的遊客 美國的遊客 我們有六七個人 一起跑去拜 叫警察 幫忙 這樣 這樣 但當地的俄羅斯人 是沒有人這樣做 沒有人這樣做 為何沒有人這樣做 第一 他們的文化 他們覺得很平常 打女人 曾經有一個俄羅斯國會議員 立法 就說要求保障 俄羅斯男人 是有權力 合法地打得到 是有這個法例 有提出過 很恐怖 是不是 很恐怖 那我們要同情地理解 為何 因為俄羅斯這個國家 他們的社會 是很專制的 蘇聯幾十年來 他們對日文的管制 是很厲害的 是全世界最厲害的 直到今天 還有一些殘餘 跟普堅去做選舉的對手 不知道為何 都會有車禍的 而且 就算沒有車禍 都可能會被人拘捕 有些原因 所以在社會之下 很高壓 而這麼高壓的社會 那些人是 不喜歡笑 或者變得暴力 或者變得 對人很暴躁 當然還有很多原因 還有天氣 可能真的太冷 可能打架很熱身 實際上也會有這些原因 因為各方的原因 還會導致這個問題 所以我講這麼久 就是想說一樣的 社會制度和政治環境 以及地理環境 是會對人的文化 是不造成的 極大的影響 所以 如果你要跟 同類人溝通 跟內地的朋友溝通 我自己有最好的朋友 都是 外地的生意問題 我們溝通 互相了解 為何背後 有這些思維 而不是一開始 就跟他說 這個是藍絲 腦殘 人一畫 腦面殘 就不能夠這樣說 你這樣說就變得 大家不明高中 對不對 又不能夠說 對方是廢青 怎樣怎樣 如果用我這樣的立場 去考慮問題 這個就不是 通識教育的主致 OK 不是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希望大家能夠多元思考 好 那我把這個時間交給思維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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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